这场橄榄球比赛,由于养春高校队是大海民国高中组的冠军得主,六进三十队也是我国六十三年全国高中组的冠军,称得上是龙跟虎斗,所以进行得非常激烈。 上半场结束的时候,六进三十队以6比40前,下半场开始,方方正是拼斗的厉害,你来我往,满场灰尘滚滚,看着在场的观众大叫过瘾,结果18比6,韩国队反败为胜,这也是养春高校队连续在我国赢得的第三场比赛。